舞动乾坤,在优酷将破5亿读播量,真是可惜可可呀,舞动乾坤有这么多大明星餐点,如洋洋、无尊、柳妍和王立坤等等,想不活多难,觉得舞动乾坤,肯定有望破5十亿。 你说呢,自柳妍饰演的木千千艺艺术场,就民众暗千观众,这个木千千的造型,真是美发天了,柳妍不愧是大美女,而且这对无尊演的林郎千一母一姐的木千千,对大帅哥林郎千极其暧昧,让人看得火冒三丈,心有难那样,就比如第一张图中千千抱住郎千的举动,不知道的还以为千千与郎千是令人关系呢? 大家都说柳妍演的木千千美,美国王立坤演的林青竹,但是如果网友看到木千千的原型,也就是真身,估计会跌覆你的三观,让你大吃一惊,若是你才知道木千千原门长老身份,像还隐藏着另一重身份,估计你还要大吃一惊,让网友大跌眼镜,真是演了那一句,美女有毒牙,从上下几张图片对话。 可是千千另一重身份,那就是一魔皇殿下的仆人。 当时千千从林郎千身上取出一魔,将手下败将一魔关进水池,让她好平白着,接着一魔皇出现,说虽然得到雷霞的灵力,但却仍然无法找到被封印的真身,导致一魔皇殿下,到现在还是个虚影。 木千千却说,一魔皇殿下,根本无需既奔人类,因为人类虽然勤劳勇敢,但却心贪婪,接着又说,若不是他木千千无法保护原形太久,他也不用派千千林郎千出面。 当千千脱下帽子后,这哪里是个个大美女木千千,这根本就是个松树果子吗? 你倒爹眼镜了吗? 而且觉得下途中的千千说错一个词,应当不是原形,而应该改成人形更贴切。 你说呢?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